对不起的 对不起的 挺就在这些眼疗 看他点了一点眼疗 好厉害 这种人 看来得到 看来更多的 它面上是好年糕 看来 看来 这种人 看来 这种人 准备到 这种人 看来 看来 这种人 看来 看来 这种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早上好 今天约了和朋友一起去健身房和图书馆 然后今天早餐就简单吃一个蛋白棒 然后杏仁奶 这个蛋白棒有24颗的蛋白质 马上又要期末考试了 感觉期中考试又没过去多久 所以这周要好好复习了 这周和下周两周都要好好复习一下了 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昨天买了飞机票 要回国了 7月份的时候回国 当时买完票之后就非常非常激动 就给家里的亲戚还有我的好朋友们说要回国了 回国之后好好享受 Hello 我们一会外面见 今天又是韩国的宫秀日 韩国真的好多宫秀日啊 小楼基真的是我的恶魔感 这是最累的有氧了 我要大的小的封信 小的吧 因为外面太热了 所以后朋友打算在家里学习 现在大学生在家里学习 就特别是和朋友在一起全靠自治理不然一聊 一下我就过去了 一迪阿的西瓜汁真的是挚爱 不过我还来着大姨妈真的很冰 哎呦我不吃了我不吃了 我不吃了 我不想吃 臭香猪香 回家味要吃榴莲 就可能只达到了一颗心 暑气通通消散 最近我还是吃了 你没想到我吃这个冰尺蛋 而且现在盐也油嘛 然后它不上色 我和朋友都特别喜欢吃这个西梅 是在Oliveville买的 一包是有25颗 好 紧张 晚上你还可以再吃 是的 真的不知道买什么 真的不知道买什么 晚上就要回家了 回家第一天是启动这台陈旧的空调 这个空调我都不知道它现在是多少度 它都没有那个显示屏显示多少度 这也不知道是几几年的空调 然后给大家看这个矿泉水平的瓶盖 不知道为什么它 现在真的已经到了不开空调就特别热的阶段了 其实本来在朋友家待到晚上回来就可以 但是我要打扫昨晚的剩菜 所以就现在回来了 我等会暴 Jahre后 然后好 打扫 然后 我要说这 все 已经全部加入好了 这个是毛雪望 然后这个是口水鸡一碗米饭 现在一口肥肠 我就喜欢吃这种 就是一锅里有很多料的 可以吃到很多东西 这个口水鸡也特别好吃 它里边应该放了麻酱 还有辣油 毛肚 真的很爱 非常的味道和口感 现在要赶快剪一下明天 你要吃什么 你要吃一 还是找一个人给你吃的 好像等于整个吃一片饭 今天中午就吃这个猪蹄盒饭 这包的蔬菜还有猪蹄这种配料什么的 现在试巾擦擦手 然后这个再帮我热一下 然后有一个就马上包上来了 这时候来客人真的很痛苦 满皮 饭后甜品 芝士披萨 中午客人太多了 我就不录啦 安娘 现在已经到家了 现在吃晚餐 这个是半熟鸡蛋的土豆沙拉吐司 然后这个是油豆腐寿司 这个需要加热一下 现在外面的太阳很好 好热啊 这样晒着 吃完晚饭之后 六点半有一剂普拉提克 这个也是最近新出的一个吐司 上次在店里吃过了很好吃 半熟鸡蛋真的很好吃 大家有吃过吗 半熟鸡蛋蛋黄就是一点也不烟 这一个油豆腐寿司 我感觉顶四分之一米饭吧 好大一个 这个应该是炸虾的 知道大家喜欢吃芥默吗 我真太喜欢芥默的味道 和它上头的感觉了 尿尿 这个应该是泡菜火腿的 好爽 没有抹匀 最后这个就是原味的 最后半个吐司 现在是五点六点半上课 还有一个多小时可以消化一下 我这周一共预约了四节课 因为我一共报了二十节嘛 就三个月之内必须要把这二十节上完 就是四月到七月这三个月 我四月到五月上的还蛮多的 上了七八节吧 平均一周上两次 然后五月到六月份 好像就上了两三节 所以现在六月到七月份之间要多上了 差不多上十节 就趁期末考试之前打算就多上一下 其实这个普拉提克要比我想象中的要累 我以为普拉提克他能有多累呢 能有跳舞累吗 结果他真的就是 咱们跳舞式那种给你一锤子的那种累的话 这个就是感觉那种用真这样搁的这种持久性的累酸爽 酸爽的那种感觉 真是小瞧他了 不过我包的是团课嘛 肯定是不如那种一对一的有效 就是很多动作即使做不标准 老师也不能及时纠正 所以这个效果 再加上我又没控制饮食 我感觉这个效果我是还没感受到 很好吃 这个药果也有好多品牌嘛 我感觉这款是我吃过最不甜腻的一款了 是不是在我们店711买的 每次必须的就12斤 有两个就上课了 这个颜色全部都红了 芒果味的白饰 芒果味的白饰 好神奇真的有一股芒果的味道还不错 不过大家一定不要大姨妈喝冰 我这几天一直在喝冰饮料冰水 昨天还是冰洗过汁 我本来今天不简直的 但是老板叫我去 我就想今天没什么事就答应她了 又到了月初换泡泡的时间了 我真的最讨厌换泡泡了 一换就差不多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儿童节快乐 儿童节奖励自己吃一个蛋糕卷 这个是choco banana 就是巧克力香蕉奶油的 一打开香蕉味好浓啊 这个奶油感觉是动物奶油耶 嗯 其实今天早上心情不是很好 但是吃甜的真的会使心情变好 吃动物奶油更幸福了 因为韩国这边很多都是植物奶油嘛 这已经是第二杯冰美食了 这已经是第二杯冰美食了 每天早上来还是忍不住想喝一杯冰的 这不会就是被传染了吧 不是在咱们再勉弹了 不要吃了 最后薄的冰美食 我来我朋友家了 然后我朋友在那个屋学习 我就来这个屋了 刚刚去超市买了点吃的 这个是希腊酸奶 然后这个是我朋友推荐的零食 他说类似于辣条 但又不像辣条 然后这个是一个米糕 把它保持期好好短 只有三天 你还吃不吃 你干嘛 他谁会特别不就是 顺着紫豪的麦片 不用招待我 紫豪不用招待我 拿你这多 好痛吗 很嚼劲 不错 是吧 嗯 是吧 就是和馒头 比馒头好吃 这是香鱼奶黄软心酥 好漂亮呀 香鱼奶黄 不错吧 嗯 很香鱼味 嗯 写着吧 我是说 写吧 你不能约他吃西餐吗 呵 那感觉不行 我吃不了 我感情好吃 它就是米糕 它就是介于馒头和年糕之间的口感 消气难不止 平均就是一两小时 可以的消息 我们就说周六天气很好 请我考试之前 去忙之前 我们出去玩一玩 你穿成 不是人家还没搭 有你吗 我才去那个出自车 嗯 这个就是谋犯出租车 还有文心组 还有好多好多韩剧里 他们都吃了咖啡糖 说吃了就有精神 有力气了 不会吃了 晚上睡不着觉吧 其实就是甜甜的咖啡味 就是和之前小时候吃过的咖啡糖一个味道 嗯 嗯 嗯 最后一句问 我把特别人压售给你吃咖啡糖 啊 你那是鲜菜吃吗 嗯 这家石火鸡 这边刚开了一个排骨汤店 先进去吧 走吧 进去尝一尝 好香啊先生 嗯 你支持我要这两个那一个鲜菜 鲜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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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说法这个就有点够分了吧 哈哈哈哈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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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个东西吃所以吃 我点是锅巴排骨汤 然后朋友都是点的王卡尔比糖 大排骨汤 这现在真是发牌的习惯 吃之前很难的 鲜菜 鲜菜 嗯 嗯 嗯 汤还不错 哇 这么香啊 鲜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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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头头真的好大 嗯 泡的很香 抽性的正常一口 这个很香 鲜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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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满满的鲜菜 还有粉丝 我刚来的时候只还在我吃过一口 你就直接的我只有出书馆面去那次 这一块大肉直接全都过过了 这些东西 吃了 嗯 我们已经离佻了三盘了 这个海带 鲜菜 肉挺多的 好处 快大肉了 四块大肉 四块鲜菜 四块鲜菜 三块鲜菜 打一包伞 超幻想的 嗯 那是你不带伞还是他不带伞 你不带伞吧 不不 就两个人都带 然后在键里面之后 不打 就是你那样的话 我都很喜欢 他都打个打个的吗 对哦 但是那样的话就是离得很远就想说慌了 啊 是你自己幻想的 怎么跟酒话一样 我点的是柚子绿茶 我把朋友点的是柚橘红茶 然后这个是 蜜子芝士的蛋糕 好吃啊 蛋糕 嗯 那一桶 这一桶 有多多多 嗯 啊 我就吃我了 嗯 我没跟你们说 那个什么上青年 当时我们第一次吃饭的时候 嗯 他就点了一杯饮料 我真的不理解 为什么 就是我问他他不喝吗 他说两个人喝一杯就行 就这样 我就很迷糊 那你喝了吗 喝了 怎么喝的 两个点管吧 哦 啊 很傻子真的 这男朋友都没有喝 是吧 是吧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 嗯 而且还第一次见面 他为什么舍不得先买 哦 那个说明他和女性朋友也做的 我会想到这个 我觉得 就是那个镶嵌的姐姐和那个男的 谈了两周嘛 然后那个姐姐就感觉 还是有些方面 如果是就提出了分手 然后你这么中间那个男的 就和那个姐姐说 发生关系的事 然后那个姐姐就说 这也太快了 是不是很快前两周 就提出这种要求 然后那个男生就说 他需要 就跟女生说他需要 这才考了两周 就跟他说需要 他的分手 最大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这个 对 所以那个姐姐就 四前考过 就很觉得还分手 但虽然虽然除了这一方面 还有其他方面不合适 但是主要这一方面是最大应 对 然后那个男的就没有答应分手 第一次见面那个姐姐 就表现得特别喜欢 后来跟那个姐姐说了 他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之后 就是说不想太快的一起 然后那男子趁就这样 就上我去咖啡馆 然后 我一天测了一下 就是那理想型的那个MBTF 错了是ESFJ 这个 是他 一直有个我 好事 可爱 工厂学习有点了一个爱炒面糕的小蛋糕 好痠喔 就在比马拉特上面订了东西 今天是周末 可能就是连续前三天都一直上普拉提克 然后去健身房 还爬楼梯 来着 所以今天早上起床 身体就是不痛吧 但是很酸 就是很酸 不想起来的那种 所以中午六周日这两天就好好休养休养 这次买的主定军还是贝果 OK 这里边一共有四个口味 有蓝莓奶油的 然后有五花果口味的 还有黑芝麻的 这个是巧克力的 今天早上吃哪一个呢 然后于此之中还买了一份牛排 这比我想象中的消耗 好多呀 啊 现在收拾一下 喝一个常温美食吧 因为那两个贝果都是带馅料的 喝一个比较解腻的 然后看还有宝贝问这个咖啡的品牌 我打在旁边 其实之前在视频中也出现过 感觉国内也有很多好喝的 可以代替这个 因为这个是韩国本土的一个小小的品牌 估计国内买的话要比在韩国这边买还要贵 今天早上挑种的是五花果 还有蓝莓的 蓝莓的上面都撒着椰蓉 五花果的之前也买过 不过太甜了 后来就没买了 不过又产五花果了 噔噔噔 现在在看2020年的我读 里面的蝦还有贝果起都很好吃 里面的五花果真的超大颗 好喜欢青花果果干 现在就剪辑一会儿视频了 希望这个期末中赶快过去 还有10天左右结束吧 对了刚刚看完的宝贝们 大家真的辛苦了 就好好放松好好休息一下 然后希望这期视频大家也看得开心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 爱你们 下期再见